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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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发财!马连! 希望大家心想视成龙马精神 一定会听到很多 吃着个马字 玩个马字的触祸语 而且马这件事 跟香港这么密切 一定吃足整个甲午马连 但是周围都讲马 最紧要留意什么马 我的建议就是 全世界什么马 最紧要留意 两个大马哥 不是台湾是小马哥 小马哥就来玩完 但有两个大马哥 就是中国谁会成为网络之王 一个叫马云 网络人称外星人马云 因为他的样子 有点醒神 另一个就是网络小生 马化腾 即是腾讯的大佬 一个就是阿里巴巴的大佬 一个因为最近出了 这个愚雅宝 令到中国整个金融业系 乱了大佬 Bitcoin都成为小事一中 但是腾讯QQ 因为吃着整个中国的网络 其实任何民间有这么大的网络 都是政府会留意 甚至全世界都要留意 所以马云大战 马化腾 真是很值得马连 大家必须要留意 好像马连是为了这两只马而设的一场 大的舞台 两马大战 暂时来说 马化腾是占不上风的 亦都有人说 可能名字都吃着 马化腾 马化腾 腾云的家务 但是现在真是QQ吃着 但是我自己看就不是那么圆 事实上 你马云他做阿里巴巴 主要来说是做B2B 成功是靠B2C B2C B2C就是Business to Consumer 他做惯这一样东西 但是 其实马化腾整个网络 由一开始讲P2P 大家是对等的交易 能不能够成功 马云可以将他公司 由B2C 变成P2P 这个就是能不能够赢到 或者有机会抢回主导权的关键 但是我有点担心 因为马云是什么出名 金巨王 每次都有三批 是否能够做实事的时候 单靠一人之力 还可以继续冲下去 这个要拭目以待 反过来可以留意马化腾 典型中国新一代的商界领袖 很少说话 很低调 甚至乎留意腾讯 他没有一个好像Steve Jobs 或者马云那样的代言人 比较隐形 这种是很典型 中国新一代企业家那种做事的方法 这种方法会不会感染成为 未来十年中国企业家都会是这样 即是不声不声 你才算 那种心狠手辣 可能都是一种新的 值得留意的企业模式 不只是对中国内部是这样 一统天下之后 在网络世界慢慢扩散下去 这件事是马云最值得留意 马化腾VS马云